米其林必比登排隊名店內 一名韓國籍男子對著店員大聲咆哮 他態度很差 一下丟麵一下丟湯相當羞辱人 店員乾脆退錢不賣你了 不料他走到店外 又把手上的錢直接撒到地上 害店員還要蹲下去慢慢撿 他一進來的時候他也沒有排隊的問 他就是直接大啦啦的走進店裡面 就是有點咆哮式的那種講他的韓文 然後我就跟他說稍微冷靜一下 你這邊需要什麼 這間必比登排隊名店是在地超過70年的老店 靠著牛肉麵打響名口 吸引不少觀光客慕名而來 這名韓國籍男子到台灣玩也來朝聖 他公圈點一碗牛肉湯 卻拿到兩碗牛肉麵才會生氣 他就說他只要一碗這樣就好 那我就推他一碗的錢 我就問他說那還是你是要湯跟肉 還是麵都分開還是要怎麼幫你包裝 因為可能包裝上有錯還是怎麼樣 對那他都說都不是 店家聚賣他還不離開繼續在店裡亂晃還拿手機拍攝 讓店家不堪其擾報警處理 男子也被警方保護管束 調查發現他在台這幾天脫緒行為不只一樁 他來台短短五天不只在台北車站和民眾爆發衝突 又在銀行和行員吵架 只能說這回的國民外交真的不及格 東森新聞張仲華蔡宇山在台北採訪不到